来到地球的怪兽都该死吗 他明明只是思念家乡 B王却非要置其于死地 针对此次事件 居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宇宙深处 不明发光物体突然坠落 砸在了最佳的小马尾面前 郑玉上前查看时 附近的兽吼吸引了他的注意 走近一看 一只狼妖从后掠过 虽然心中感到恐惧 但作为B王的皮套演员 还是硬着头皮上前攻击 经过数回合的酣战 愤怒的狼妖迅速反击 只剩下了阵阵哀嚎 与此同时 我梦得知袭击事件 立马对其实施抓捕 可对于不擅长陆地作战的飞行员 根本就是难为他们 不仅队员被打得跪地求饶 就连狼妖站着不动 娓娓都无法打中对方 随着时间飞速流逝 看到闪电队全部泪滩的主任 决定制定锻炼计划 并让搜寻队接替了此次任务 可经过整天搜寻 除了找到一艘类似于太空船的物体外 狼妖仿佛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况且那么庞大的身体 又是怎么钻进太空舱的呢 时间来到晚上 跟特搜队长巡逻的我梦二人 很快察觉到了狼妖的踪迹 见一击无果 队长立马抄起手枪实施抓捕 可没想到 狼妖的动作极其敏捷 瞬间化解了队长的攻势 就在我梦妖变成盖亚时 腾宫阻止了她的行为 看着眼前蓝色巨人的真身 压抑不住恐惧的狼妖 转身赶紧逃离了此地 另一边被下不清的狼妖仰天长笑 似乎思念着自己的家乡 就在这时 娓娓驾驶战机闻讯赶到 并发射巨大麻醉针 精准命中了怪兽的身体 来不及多想 我梦迅速爬上月台 开始观察狼妖的动向 奇怪的是 在太阳升起的同时 狼妖突然化为粒子消失 我梦见此青睛脑袋一炸 顿时明白了其中的原理 这个生物又是相当特殊的体质 一遇到太阳光 就会产生气化 所以只在白天搜索 就无法发现它的行动 可眼下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梦也无法下定结论 如果怪兽白天化为气体 那它又会去了哪里 等等 想隐藏树叶就去树林 这一刻 我梦终于懂了 想隐藏气体的话 只有天然气处存贯才有可能 果不其然 由于昨天发射的麻醉弹 导致狼妖发生了变异 如今加上大量的天然气体 它的身体会无比巨大 把这个化学式所产生的物质 凝固起来发射 可已使怪物化的乌尔夫加斯 变成原来的气体状 次日夜晚 狼妖果然如我梦所说 变成了一头巨大的怪物 地面上的腾弓箭状 当即化身阿古如加入战场 见情况不妙 我梦迅速前往案发现场 战场上 面对蓝色巨人的压迫 胆小的狼妖抱头求饶 结果阿古如不依不饶 直接光波起手发动攻击 经过空中的短暂碰撞 必王迅速上前继续猛攻 几个回合下来 自知不是对手的狼妖再次求饶 但阿古如却视若无睹 无奈之下 只能开始原地装死 接着狼妖使出狼人的大招 顿时毁了逼王的率脸 数秒之后 愤怒的阿古如发出光波 不断对着狼妖轰去 虽然凭借敏捷的身手勉强躲过 但面对具有海洋之力的逼王 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阿古如无视狼妖的三次求饶 又要将其当场炸掉 紧要关头 我梦立即秒边盖亚 使用光子冰刃抵消了阿古如的攻击 就在两奥蓄力下一波的大招时 成功研发气体导弹的闪电队 将气体化的狼妖 灌入了附近的天然气罐 接着盖亚顺势拿起 重新回到了原本的战场 对视几秒后 盖亚纵身一跃飞向宇宙 将狼妖送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